5月22日,恒指开市下跌2.16%,之后,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黄晨宣布全国人大决定在香港特区,建立机构依法理行维护国家安全相关职责后,恒指跌幅扩大,收市时恒指下跌5.56%,比开市时再跌多不止一倍。 恒指成份股中,跌得最惨的是地产股,跌幅榜牌第一的是顺致,跌10.3%,之后是领展,跌10.17%,跌幅较轻的地产股是恒地,也跌了6.73%,全都大过恒指的跌幅。 很明显的,股市投资者很担心楼价会大幅下跌,有经济学家说,楼价最差会下跌40%,但是,5月23日,地产商开新盘售楼,反应居然非常好。 新地天水为Wetland Seasons Park II,推出200单位应市,一天之内卖清光。 原来香港人依然是那么热忠于买楼,楼价依然那么硬朗。 5月22日公布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再创12周新高,高177.54点,而且明显地跳上另一水平,摆脱过去两个月长期介于174点与175点之间的浮沉。 香港楼价明显地脱离阴影,目前,中原指数与历史最高位比较,只相差6.8%,对一般人来说,买楼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投资决定,是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才做出决定。 尽管5月22日,香港地产股股价大跌,依然不会阻止这批已经决定买楼的人的行动。 对地产商来说,目前是楼价上升但地价下跌的理想时期,高银金融食让启得地皮,亏损25.7亿元。 对市场而言,地价是下跌了25.7亿元。 还有,长实以市场预期的下限中标,买下安达臣的首置地皮,楼价上升而地价下跌,我们是不是应该对地产股有更好的憧憬?